南方的桃子大量上市 今天又来分享一个桃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先准备几个红色的桃子 用清水将表面的绒毛给搓洗干净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用刀转着切一串 两手反着方向扭一圈 然后另外一半也用刀给它切一下 这样就很容易去合了 然后再将桃子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进料理机里面 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直接将它打成汁 打好的桃子水过滤一下 过滤好的桃子水有850克 然后倒进锅里面 加入白糖50克 豌豆淀粉80克 先给它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再来开火 用中火来熬煮 熬至冒泡泡变得粘稠 然后将它倒进碗里面 晃几下将表面晃平整 放凉之后放冰箱冷藏 2-3个小时 凝固之后给它倒扣在案板上面 再切成小块 不想切就可以直接拿起来开口啃了 非常的Q弹 香气浓郁 吃的方法有很多种 可以拌上一点椰蓉 奶香浓郁 也可以撒上一点白糖 舀一口 抠弹 夹杂的嘎嘣脆 非常的美味 还可以拧上一点蜂蜜 冷藏一下 拌一拌 甜蜜 冰凉 超级的爽滑 各种吃法 总有一款适合你 感兴趣的朋友 也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 关注一下 我是阿玉 拜拜 我们下期待